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嘉嘉的喜事 嘉嘉的喜事 繼上一期跟大家分享 南城香山小鎮 帶來了關於南城香山小鎮 整個磨刀島 已經有很多項目在2023年陸續進行了 今天跟大家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看磨刀島 以及南城香山小鎮的整體發展 現在馬上把鏡頭放入電腦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現時電腦畫面上 就是南城香山小鎮處於中山神灣磨刀島的整體畫面 今天我們用航拍角度 看看整個磨刀島的發展 對上上一條看開我們的資訊 關於磨刀島最新政府文件下的資訊 整體發展有了一定的概念的觀眾朋友 如果結合今天這張圖片就會更加清晰 其實由整體的發展打造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磨刀島 目前處於一個代開發的階段 其實以動工的地塊都不是十分之多 現時我們可以看到 由我們首當其衝 一個倒尖位置的空間 就是南城香山小鎮的地塊 整體整個磨刀島會分為四個地塊去打造 分別由我們末端的位置 就是我們暢響樂園的一個板塊 如果看開Iron去介紹南城香山小鎮 都很清晰 這個位置現時我們只需要在美團 或者叫做攜程網 就可以搜索得到 在磨刀島上有個娛樂項目是跳傘 正正位於我們暢響樂園的位置 暢響田園的位置 現時已經有相對應的娛樂項目可以參與 未來也會以田園風去打造這個片區 然後再來我們整個磨刀島中段的板塊 圍繞著我們這一座山的邊邊去打造 就是我們整個臨廣工業區 臨廣智慧產業區 就是落戶在這個板塊 接著去到最倒尖的板塊 它會分成兩個板塊打造 分別有我們的一個居住板塊 未來打造整個生態居住城 再由上邊 由入島的這個左手邊的這個位置板塊 就打造我們一個旅遊遍區 旅遊島的一個板塊 整個磨刀島 未來的規劃就會以四大板塊去延伸 去打造 現時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南城鄉山小鎮 以一個航拍的角度 它唯一倒尖位置 整個板塊基本上是180度 都是被倒包圍著的狀態 整個小區的生態是非常之好 但是很多觀眾朋友就會看到 原來南城鄉山小鎮周邊的廠區 目前都是非常之大 在平台上 在我們整個頻道 以及同行的頻道上 大家都會得知一個訊息 甚至開發商的內場銷售口徑 去輸出 這個板塊的廠區 其實有大部份已經處於一個停工 又或者搬遷狀態 為何去到現時 它都未有一個很完整的改造 或者拆遷各方面 其實由2022年 整個中山神灣市 其實都已經定了方案 中山神灣因為它未來舊改的項目 會居多 好像這些廠區的搬遷動作 我們可以看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上已經說到 整個中山神灣未來的廠房改造 以及升級的環節 會變成 邊改造 邊搬遷 這個動作就是改造的同時 和搬遷的動作同期進行 在搬遷的動作 未完成之前 廠房的一個 某些板塊的工作 都會依然進行 不會有一個強拆的情況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 這個位置的廠房 為何現時去過現場的觀眾朋友 可能更加清晰 現時周邊的廠房 已經是有一部分 變成一個倉儲的用途 例如我們門口 經過我們整個路線 進入我們南城香山小鎮 如果走回舊路的觀眾朋友 就會發現 客戶就會發現 在這個位置 目前這個廠房 還放著大量的玻璃件 所以它已經改造成一個倉儲廠房 有待搬遷 然後再看看 我們整個南城香山小鎮的一個 周邊這個位置 由2月12日 神灣政府 中山神灣政府 迎利一大喜訊 當日2月12日 當日整個神灣政府 招商引資 完成了五個項目 當中包括了一個 非常之沸沸揚揚 都是我們香港觀眾朋友 應該是聽起來 耳熟能長的一個項目 就是我們銅鑼灣中心 我相信大家不陌生 這個項目 在2月12日 當日 已經是定止 在落戶中山神灣 磨刀島上 整個大家現時看到的廠房 用地的其中一塊用地上 這個項目的落成成功 做到招商引資 中山市政府的功勞都非常之大 同時都是整個銅鑼灣中心 這次的動作 都是十分之看好 磨刀島未來的發展 和我們2022年 整個中山對磨刀島的改造 相信都是有一個感密的關聯 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來我們再深入 我們南城香山小鎮 整個項目的一個規劃 關於南城香山小鎮 大家可以看到 現時就是我們一個 售樓部的狀態 售樓部的現場 未來這個究竟 售樓部現場 會不會進行拆改 或者拆遷呢 其實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南城香山小鎮 在一期項目交收之前 會有幾大商業 是會員工和一期的單位 業主一起去入住 整個項目去投入使用 供應給我們一期的業主使用 現時畫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這一座建築物 就是大家未來就餐的一個餐廳 南城香山小鎮旗下的一個 香山小廚的一個板塊 拍攝當日都還是 大家可以發現 裡面都是進行一個裝修的工作 但今時今日在上週六日 即是我們的四號五號 南城香山小鎮的香山小廚 正式是試運營當中 以未來我們整個售樓部的這個板塊 會進入去投入我們小區 作為某部分的一個商業板塊使用 現時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進行參考 就是我們現在固定了這個商業板塊 裡面的一個綠化的打造 大家未來整個南城香山小鎮 會分為四期的住宅開發 以及一期的商業開發 現時我們整個香山小鎮 以這個居住度假 以小鎮命名的話 環境固然之重要 大家就會發現 整個綠化率是極其高 未來綠化的參考 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時這個圖片上 我們航拍機拍出來的畫面 會極其相似 然後再往後一個圖片 航拍的板塊去看 就是拍攝到 我們整個南城香山小鎮 的一個現時在售 一期的單位情況 整個項目的地塊情況 這個地塊上 未來會放著八支 八座樓盤 分別是我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棟單位 但是當中大家會發現 樓間距由這個畫面 就比較明顯看出 可能以往大家看行拍都看得多 但是更多是遠程距離的行拍拍攝 可能當中涉及到現時這個畫面 大家接觸會較少 我們從這個畫面 就很明顯看到現場現時的工程進度 我們一二三棟單位 已經完成了我們的封頂動作 第四棟的一單元二單元 其實都是接近一半 建築的速度極其快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這個項目還差一點 就可以拿到預售證 可以正常發售 四棟和一二三棟 可能在售的面積 就會有些改變 一二三棟現時在售的單位 都跟大家再重新去 講講我們整個情況 一二三棟現時是在售情況 一棟是正裝發售 二棟三棟是無批發售 分別是有我們的86平方的三房兩廳 一個衛生間 以及100平方的三房兩廳 兩個衛生間 以及我們120方的四房兩廳兩位 但是IWIN 如果看開IWIN 講解藍城香山小鎮 大家都很清晰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不建議大家 優先選擇120平方單位 因為介於120平方單位 它的整個景觀 相對不是特別理想 真是那種一線光景 就是一看出來 就只有一個小隙 可以看到光景的單位情況 就不建議大家去考慮進行入手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由小區的樓間 它會發現半圍合式的一個屋苑 它整個小區的樓間距 真的非常之誇張 由一棟到八棟這個位置 足足有兩百米的一個樓間距 非常之開闊 所以四棟和五棟單位 未來看出來的景觀 都是極其舒服 完全是無遮擋的一個狀態 我們再看看 現時大家都很清楚的一個情況 就是藍城香山小鎮 由這個角度 它現時去到一棟的示範單位 已經是將我們部分的圓林 一小部分的圓林 是打造了出來 這個圓林整體放大圖片 整個航拍情況給大家看看 整個圓林的風格 都是十分之優美 去到現場 它是一個小草坪的狀態 非常之適合我們露營 在現場 在樓盤自己家樓下 就可以進行露營 不需要去到各大所謂的網紅打卡景點 而且Iron有個業主 當時去到現場的時候 都很開心 就是看到一進門口 因為我們航拍拍攝的角度 沒有拍到 在這個板塊 它是有一大堆狗尾草去打造而成 在這裡拍照 都是非常之舒服 非常之美 整個景觀是非常之舒適 然後未來這個板塊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一直看開這個項目的觀眾朋友 就會發現 我們在沙盤的時候 都會跟大家講解 一個三大公園環繞整個小區 未來一棟樓下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一個 岩江邊去打造的一個濕地公園 整個奔光公園就放在這個位置 再去到第二個公園 就是我們 去到倒尖位置的這個板塊 會打造一個超大型的濕地公園 以及我們門口的一條 17公里長道的一個跑道 都是由我們藍城的開發箱 去成建整個板塊 所以未來打造出來的風格 就會跟我們這個板塊 現時提供給大家 開發箱去打造出來的風格 會雷同 所以整個小區 無論是小區內 或者是小區外 都是極其舒適的 然後又去到一個很關鍵的話題 就是關乎到 我們整個樓盤 未來隔離現時的廠房 後期改造以及升級 有部份會進行商業改造 有部份會保留廠房 但是會由二、三類的廠房 升級為一類的廠房 對我們的人體 基本上日常居住 是不會帶來污染以及影響 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會看到 因為由航拍就很清晰 一、二、三棟隔離這個廠區 雖然前面是我們的賓光公園 但是旁邊的廠區 未來去改造之後 它的高度會是多少呢 我們資料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資料所得出來的數據 未來整個片區 它的這個板塊 它的建築高度 是24米的高度 24米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換轉數據 跟我們整個南城香山小鎮的 樓盤的住宅高度 是去到大約四到五層高的 如果大家想理想些 想直接 未來不用擔心 旁邊的建築物 會跟自己的單位同高 大家買的六樓 基本上已經是高過 整個建築物 可能會考慮到一個問題 24米 3米一層高的情況下 324米 為何不是八樓 而是我們的五、六樓 足足六米的入戶大堂 這個地塊 再去到我們的入戶大堂 我們的二樓 下面已經足足九米 換言之 我們的二樓 等同於四樓 我們的五樓 已經高度 已經是跟我們說的 隔離現時廠房 這個地塊 未來的限高 基本上是同高 再去到六樓的情況下 已經是超出了 不會有這個 未來建築物的遮擋 這個訊息 大家都可以在我們 整個磨刀島的 一個用地板塊 用地規劃上 可以發現這個數據 然後大家再看看 現時我們在售 一、二、三樓 都可以一樓一樓 和大家分享整體的情況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這個畫面 是我們一樓對上的 航拍畫面 由這個畫面看到 我們現時在售的是 01 01單位 02單位 03 04 05 五個單位 分別五個單位 是86平方 01、02 一樓就不用說 大家由圖片上可以 由我們整個畫面上 便可以得知 一樓為何稱為硫磺 因為它前面完全無遮擋 除了看整個海邊的小區 還有我們的奔光公園 完全是一望無際 無遮擋的畫面 如果看過一樓的六樓高示範單位 觀眾朋友便很清晰 無論是01、02、04、05單位 都絕對是無遮擋的狀態 到03單位 大家都會從航拍圖片的畫面看到 03單位有一個位置 就是它的露台位置 整個弧形 單從它的弧形圖上去參考 是非常漂亮的 一百二十平方大 打造了一個大橫廳 其實整個織是很漂亮的 但是放回燃樓入面 大家就會發覺 它有基本上 對進來 它半個露台 是會被我們的04單位 造成一定程度的遮擋 半個露台 基本上可以說到 是沒有景觀 未來再說到另外半個露台 看的景觀層面 就在這個位置看出來 8棟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存在就是 我們01棟的04單位 和8棟這條縫 看出來的剛平面 可能過多 如果真的考慮買大單位的觀眾朋友 其實是不建議入手1棟 因為1棟它處於一個硫磺單位 它處於最靠近江邊 關於政府的定價 這一棟單位的相對定價會較高 如果真的考慮入手120平方 已經是不自在景觀的情況下 建議大家可以入手 二棟或者三棟的03單位 120平方 相對的銀碼會低 極其多 所以建議大家 120平方 就不需要考慮一棟單位 直接考慮二、三棟 就一定沒有死錯人 然後我們再接下來 就看 硫磺就不用多說 就看我們的 後一棟 零而達 二棟 其實去到今天 我們的現時 整個樓盤的銷售狀態 二棟 反而會是最受 我們的觀眾朋友 去著迷 這棟 現時已經去到接近清貨的階段 無論除了可以挑選 可能剩下03單位 01、02、04、05 都是零零散散 而且都是低樓層 各位觀眾都很清楚 整個南城香山小鎮 整個一棟的板塊 它都是21層高的總層高 無論是頂樓也好 18樓或者14樓 這些大家日常不會太喜歡的樓層段 現時都是處於一個斷貨狀態 甚至二棟單位 都可以跟大家講講內部的消息 現時14樓的01、02單位 其實還有的 但是開發商通知 這兩套單位 是被內部人員耗住了 所以高樓層單位 除了這兩套之外 已經是不存在有單位在手 可能大家要考慮二棟的時候 就是10樓以下的單位去作出選擇 去到01、02單位 大家都可以看到 由01、02單位去看出去 01單位86平方 會有少少給我們一棟的02單位 造成少少遮擋 因為露台向東南位置的時候 但是對它的景觀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但是如果大家是考慮86平方 建議02單位的確會比01單位 帥氣少少的 然後去到我們的 04、05單位 這兩個就是100平方的單位 由04、05單位大家可以看到 它看出去很多觀眾朋友 之前在我們沙盤都會考慮 由於一個話題 就是04、05單位 究竟會不會被一棟遮擋呢 如果去過現場 又或者收睇過我們的 想移動現樓影片的觀眾朋友 就會很清楚 其實05單位 是不會被我們一棟 進行過多的遮擋 會遮擋到部分都不是露台 是長身的部分 會對著我們整個一棟 所以景觀方面 大家就不用過於擔心 所以可能在我們整個 視頻拍攝的時候 04單位會是大家最受歡迎的單位 但是去到現場購買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05單位的銷售狀態 絕對會超越了04單位 提前清貨的一條腿 無論是04、05在二棟 看出去的景觀 都是非常之舒服 因為八棟就是這個地塊 處於一個200米的樓間距 所以八棟對二棟 0405不會造成太大的遮擋影響 去到03單位 都是這個話題 買景就不考慮03 但是買環境 03單位是可以提供到 給大家去考慮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由小區未來的發展 或者整個燃光邊 或者整個地塊地段的發展 03單位如果是需要大面積 又喜歡整個環境 可以建議入手03單位 因為價錢都相對便宜 再看看我們下一張 下一個畫面 就是整個項目三棟的情況 三棟的情況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三棟前面放著一、二棟 相對而言 三棟可能是各位觀眾 去考慮景觀不會優先選擇一個棟 但是我們如果是04、05單位的觀眾朋友 100平方 建議大家在這裏 會選擇05單位進行購買 因為是同一個道理 無論是二棟的05單位前面有一棟 三棟的05單位前面有二棟 但是看出去的話 足足有200米的一個樓間距 看出去的景觀都是非常之舒服 但是對比01、02更加遠的景觀 因為01單位真的可以看到第二條橋 另二單位的位置大概就是看這個位置 看到這裡截止 但是去到三棟的05單位 可能景觀來到大概這個位置 相對會較少 但是它的價錢 性價比之下 三棟是極具性價比 因為小區元林的規劃打造 以及未來這個位置 打造一個無邊際游泳池 再對回江邊一個江平面 其實都是非常之舒服 因為前方是一望無際 首先自己小區是不會再起樓 去到我們都不會去填光去起樓 所以說這個景觀可以說 都是70年的一個景觀情況 去到03單位都不用過多介紹 一樣的情況 甚至03單位可以說得上現樓看到 完全是武警官可言的一套單位 再看回0102單位 其實是同理 0102單位前面是二座 但是一座和二座 就等於二座的0102單位 會給一座去進行 視野上一定的遮擋 其實都是存在在01單位 如果購買三座 三座86平方的觀眾朋友 其實都是和二座的分析一模一樣 六樓以上的02單位 一定是大家優先選擇的一套單位 然後我們再看看下一個畫面 下一個畫面我們也看到 整個更加高的 這是一個500米的一個瀏覽圖 大家就會看看我們整個 南城香山小鎮的一個周邊情況規劃 都詳細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南城香山小鎮 它整個地塊是分為四個地塊去規劃住宅 分別是我們的一期 是處於四個地塊入面的三號地塊 還有我們的二期、三期和我們的四期項目 未來很多觀眾都會問到 有看資料的觀眾朋友 就會看到這個板塊會有部分的別墅區 是在我們的整個濕地公園旁邊去打造的 這個板塊 我們整個二期板塊的倒尖位置 就會打造我們整個商業板塊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 整個小區除了我們的無邊際遊泳池 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體育運動的場所 由無邊際遊泳池下面的一個湖道 開發商現在的一個土地規劃 這個湖道就會打造一個 臨江邊的體育公園的一個規劃 就會放在這個板塊 除了體育公園再對出 大家可以看看是一條護城河角色 我們現時打造好的一個圓臨板塊 未來會沿著江邊一直往下推進去規劃 這是非常舒服的一個環境 接著大家再看看最後一張圖片 最後一張圖片就是一個島中心的位置 這個位置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正面的畫面 正面的畫面都很明顯 就是我們整個龍光天狼灣 即是我們的遊艇碼頭的別墅區 這個別墅區其實它整體的環境打造 都非常之舒適 這個湖道一個灣道就是未來 我們現時的遊艇碼頭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這個遊艇碼頭的術相對 都是非常之厲害的一個狀態 為甚麼這樣說 為甚麼用到厲害一詞 其實這個遊艇碼頭 當年已經是和我們澳門 做到無縫的對折 由這個位置出發 可以直接去到澳門 可以直接過關 甚至香港的這個遊艇碼頭 其實都在討論和香港進行對接 但是非常之遺憾的就是 突然爆發的一個疫情 整個項目現時是一個停頓狀態 接下來如果有最新消息 Iran都會和大家告知 我們都可以看看 其實整個遊艇碼頭 距離我們南城香山小鎮 未來鹽岡邊過去遊艇碼頭 非常之近 開車都是兩到三分鐘的情況 如果在步行的狀態下 其實就是十分鐘以內 就可以走到遊艇碼頭的這個位置 未來整個鹽岡邊 由我們小區到遊艇碼頭 都會打造濕地公園 打造一個林江公園 林江邊的一個公園狀態 其實整個環境未來的規劃 都是非常之舒適的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南城香山小鎮 它現在位於磨刀島的一個地塊 很多觀眾朋友都會說到 由現時最新的一個航拍 去看我們整個磨刀島 其實算是較為之荒蕪的 為甚麼 荒蕪地塊 整個項目在2月8日到2月28日期間 整個出售狀態是超過了70套 總共出售了73套單位 這73套單位 為甚麼在一個這樣的地塊上 還會依然有這麼多業主 會去看中這個項目呢 更多的時候 這個地塊過於荒蕪 有很多大家都會擔心 這個地塊打造不起 這個地塊的各種情況 但如果去到現場 觀眾朋友就很清楚 因為由港珠澳大橋一出關 同比20分鐘走西環高速 就可以進入磨刀島 回到我們南城鄉山小鎮域 亦都是只需要25分鐘左右左右的一個時間段 但同比25分鐘究竟由港珠澳大橋開車 可以去到哪裡呢 其實可以去到的地塊 都是不多選擇 可以去到我們都是神灣的 跟另外一端 或者去到三鄉 以及去到坦州 又或者有整體規劃好的 其實剛剛以上講到 三鄉坦州的整個板塊 其實可能更多觀眾朋友 去看完三鄉坦州 會發現 其實樓盤會零零散散 周邊的規劃是非常之不明確的 無論由中山土地規劃局上面的一個網站訊息 大家可以發現很多樓盤周邊 是現時都沒有規劃狀態 都是政府部門沒有定義的地塊較多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都在這裡打停了 可能會存在未來的開發改造 可能現時你買的東西 或者景觀未來就保留不到 或者隔離未來會有廠房規劃 各種規劃都說不定 這個可能在神灣 我們的磨刀島上就不會出現 因為整個島嶼 它的規劃都已經很明確 去得知整個情況 再去對比 25分鐘除了來到我們的三鄉坦州之外 還可以去到哪裡呢 其實還可以到達珠海很多的板塊 例如我們珠海的香州區 但是香州區處於一個非常之成熟的板塊 和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南城香山小鎮 處於的一個磨刀島 可以說真的有了兩個極端的一個情況 極端到一個已經在現時非常之成熟 配套、人流、各種情況 已經是規劃 可以說是老城區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改造狀態 更加多就可能只可以進入舊改 但是這個遍區25分鐘的平均房價 其實已經是處於一個三字頭 三萬元的房價 甚至大家各位觀眾朋友 由我們的這個廣租大橋一出來 其實都會發現有幾個樓盤 都會看到這幾個樓盤的價錢 其實在網上好像我們的龍光 好像我們的華發 或者我們等等的小區 其實它的價錢已經突破了四萬 突破四字頭到四萬多元一平方 再或者去到鄉州的老城區 其實都不乏於一些新的樓盤 但是樓價已經是均價四萬以上的一個情況 同比都是新發展城區 都是大家耳熟能長的城區 在25分鐘可以到達的 還有肯定大家都不會遺留的 就是我們的航空新城 但是航空新城現在說 疫情解封之後 慢慢復甦 我們熟悉的華發雙刀 周邊的樓盤 都已經是有聖亞的跡象 好像我們的江月海 我們的天茂嶺航灣 最低谷的時期 都是去到兩萬一二 但是現時價錢已經是恢復到兩萬六均價以上 所以整體對比之下 南城香山小鎮 現時在售的價錢都是六千元 甚至有某部分單位是五字頭的均價 其實對比之下 究竟大家更加樂意 用資金去買時間 用錢去買時間 還是拿時間來換錢 這個話題 我相信購買南城香山小鎮的觀眾朋友 是非常值得去思考 如果大家想由低價入手靚科 我相信你是需要付出到一定的成本 就是時間的成本去支撐這件事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要 去付出這個時間 要買現省東西 你就只是意味著 你的樓價是相對較貴的 今天的節目又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如果是喜歡這段影片的觀眾朋友 記得把影片傳給身邊的親朋友 還有記得按下方的關注 點上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精彩的影片 如果大家對整個中山 對整個神灣 又或者其餘的板塊 大灣區的各個板塊 有土地規劃等等的資訊想了解 可以隨時跟我們加油喜事獲得連繫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加油喜事頻道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 暗賣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影片 謝謝大家 2 3 5 5 6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